各位朋友俗话说 再美好的爱情也抵抗不了距离 这个两地分居不是回事儿 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你的一丈之外 就是别人了 当然了这个有点偏激 过去你说不幸嫁做商人妇的那些女人 一直跟家里边苦苦的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 那样的女人为什么不出轨呢 因为他不敢出轨 因为在过去古代如果出轨的话 就直接进了竹笼了 但是到了现在了 双方地位平等了 所以说一丈之外的老婆 估计是隔壁老王的了 开个玩笑 我就主要是想表达 就说美国清华杀妻案 陈丽人和他的老婆于轩一 这都是到了美国之后 抛弃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初恋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大火锅日子了 有人就批评我 这不叫大火锅日子 人家这叫寻找新的幸福 好吧好吧 我就是想表达 就是两个人都是不是原配 都是半路的 所以容易对对方以前的那些情感产生怀疑 所以最后他们俩吵架 未必就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可能是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大料 这个大料有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 我越来越觉得有钱有势的南方陈丽人 有可能轻判了 这个料是什么料呢 就是陈丽人当时警察的自述发现他的时候 他的精神状态异常 是吧 而且他的同学也都说 头一天晚上跟他吃饭的时候 陈丽人就精神恍惚 看着就不正常 第二天准备一块带他去心理诊所来着 警察发现他的时候警员哈格说的 说我通过窗户观察 但陈丽人一言不发 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双手举在空中目光呆滞 但是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已经记录在哈格警员的报告里边了 这对陈丽人来讲的话 那就是精神出了异常的铁证 各位记录这一点 这个陈丽人 他的国内的一些熟悉的他家庭情况的人爆出来了一个大料 你看国内说我是成奴人 孩子也在Google工作 告诉大家陈丽人这个家庭的一些真实的状况 不错陈丽人的父亲陈朴是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 果然是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啊 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去年才升任了西南空管局的空管中心的主任 那就是说他父亲可能是生了刚生了厅级啊 主任了就是正厅了 南方有钱有势 这一点是获得过证实了 对吧 因为他的父亲 有人说他的父亲的护照 那个为什么没有在单位放着啊 中国婚丧嫁娶是大事儿啊 再进行管制他的父亲儿子出了事儿第一时间也会放他父亲去大使馆签证啊 这个大使馆第一时间给他签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丧事儿 而且他父亲是一个厅级的官员 也没有说这个移民的这种可能性秒过啊 这个是符合常理的各位 这是符合常理的啊 那下边的爆料 那就是大料了 各位啊 这个陈丽人的轻盼 大家就有依据了啊 说这个家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陈丽人的母亲多年前就因为精神疾病的发作 病退在家 他妈就是个精神病 就说他这个陈丽人的精神病是有依据的 听明白了吗各位 听明白了吗 说陈朴是既当爹又当妈 好不容易把孩子培养成才 陈丽人也优秀的很 初中的时候就获全国华罗庚数学赛的一等奖 也就是成都其中的尖子升班考上了清华 留美入职孤狗 陈父的工作很繁忙 先是西南空管局的总工程师 一年到头要跑数个机场调研 早早的白了头 但没想到 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开了个大玩笑 陈丽人在差不多他母亲发病的那个三十左右岁的年龄 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又隔代发作了 真是这两个家庭的巨大的悲剧 陈丽人的妈也是三十岁的时候发的精神病 陈丽人二十七岁 是想说他家是精神病史遗传 那如果这个证词拿到了法庭上 美国的法庭 各位肯定会清判 不用说别的 如果这个证词被法庭采纳的话 肯定会清判 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位朋友还是挺了解情况的 他最后还说 顺便说一句陈丽人的外婆 他的外婆的母亲都是精神病的患者 只能说他们结婚的时候能做家庭的遗传病检测就好了 陈丽人母亲代代都是精神病 那位说这网友是靠谱吗 这是不是那个陈厅长找人在国内发的呀 这倒是有可能 但是这个事做不了假 为什么呢 只要是一调查美国的一个律师这么厉害 只要是一调查 然后到中国的医院里边去调个病例 一看他妈 他外婆 他祖奶奶 都是精神病 法庭肯定会采纳 各位肯定会采纳 咱们大家信不信的不打紧 如果他真能拿出这样的证据来 陈丽人真的是可能一天监狱都关不了 各位 还有人网友就出来感慨了 说相信你 有精神病基因的人在某些方面十分突出 容易出天才 我熟悉的家族也有类似的情况 心痛 命运太不幸 相信你 俩孩子都不容易 大家口下留得就行 如果犯罪嫌疑人具有家族性的精神病 婚前是否告知了女孩 如果未告知是否属于骗婚呢 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是否是无效婚姻呢 精神病人是否可以结婚呢 这倒是问题啊 至少道德上是问题 各位是不是 但是谁能看出来 这么一个阳光帅气 高大的男孩子是个精神病啊 这反正谁能谁能看得出来啊 是吧 有人说了 像这种学霸啊 精神都是有点问题的 你不是常常说吗 这个来到美国的学霸有多少这种悲剧啊 什么孙伟东啊 陈丽仁啊 什么卢刚啊 是不是啊 这倒是有道理啊 你像那个樊高啊 那著名的画家 那不就是精神病吗 是吧 某方面可能这个好像是这个玩意儿 上帝啊 给了一个人一方面的天才 可能他另一方面就有缺陷啊 这个上帝是公平的 是吧 有可能啊 有可能各位啊 关键是 这个大律师太厉害了 他所经守的家暴案几乎都判了无罪 再加上陈丽仁的精神病的证明 所以陈丽仁轻判 我个人认为啊 在美国这个衙门口朝南开的这个地方 绝对 轻判是定局了 各位 而且人家大律师跟那个记者说 有记者问他啊 说你是你跟那个陈丽仁家也不认识 他远在中国是吧 他怎么知道你呢 怎么请呢 你呢 谁给你介绍的呀 大律师说这不能告诉你 我在这个盛河西还是很有名气的 他这个知道我很简单 一查家暴律师谁打的好 就我打的好啊 好吧好吧 各位 这个啊当然了也有人说那你这玩意儿 那于轩一就白死了呀 啊不能说白死吧 那在美国你要是说自己有精神病 但是脱不了罪啊 陈丽仁可能在精神病院待个十年啊 那又等于说是二级谋杀或者是三级谋杀 十年在精神病院待着也比在监狱里也舒服不到哪去 你反正天天你得吹药啊 天天你得打针吧 就是那个把那个里根给打死的那个富二代 不是在监狱里不是在精神病院的待了三十多年吗 啊也不好受 反正天网灰灰吧啊 反正总归要付出代价 你要相信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许的公平的 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